開錄 好 各位同學把講義拿出來了 我們法律篇總複習如火如土開始 法律是最實用的 未來不管你是念什麼科系都要用到法律 為什麼? 因為有糾紛什麼的 對 你有糾紛可以自己解決 你不但可以幫助自己還可以幫助自己的親朋好友 不用開錢 是不是 如果你們又有知道哪一個同學想要念法律系 請你好好巴結他 對 我已經會他 對 好好巴結他 為什麼? 因為以後法律諮詢Benji 真的要打官司還打折 是不是? 非常有用 對他好一點 你知道嗎 還有哪一個同學想要念會計系 應該要對他好一點 每個都是他 他一個人這樣 喔 法律雙修會計 換翻 對 你們要去補修 看好戲 看好戲 沒那麼誇張啦 這太累了 這實在也不錯 不過真的有人真的法律會計雙修 那就厲害了 我還有看過一個是醫學系 然後考上醫生之後 因為發生醫療糾紛 後來奮發突強 考上律師 所以他是醫師律師雙執照 也有這種的 所以說各位 好 他的努力 人生呢 什麼 人生就是 要拼 要拼 沒有 我們沒有的 我們就交一個朋友 對 你沒辦法 就交那個朋友 就是 趁他 也可以 正所謂 答不過他 就加入他 好啦 上次講 那個行政法講完了嗎 對不對 那個第 我看一下 第118頁講 117 對 剛好嘛 對不對 來看一下 107而已喔 107喔 107好 OK 108 107 好 108 109 109下面不是有一個空白嗎 兩小午餐 兩小午餐 那有沒有 對嘛 我剛剛想怎麼可能講那麼少 嚇我一跳 111打開 111 什麼東西 111 哦 四個嘛 對不對 對對對 再來也講完啦 再來翻過來 115 法律優位 法律保留 比例原則 別講啦 沒有 OK 來翻到115頁 這兩個呢 是你們最容易搞混的 就是所謂法律優位 法律保留 怎樣 我跟館長吵架 我跟館長吵架 是不是 還是要了解一下 好啦 我告訴你 我也沒有要 我也沒有 本來也沒有要跟館長吵起來幹嘛 只是有時候他的那個言行實在太過激進 所以又害我就是什麼 一定要出來講一些公道話 比如說呢 他在前年的時候就開始罵那個去大陸去唱歌的這些藝人 然後說他們賣國賊嘛 跪舔中國賣國賊 那包含了什麼周杰倫啊 蔡依林啊 什麼五月天啊 蕭敬騰等等都把他罵下去了 那剛好他罵的都是我喜歡的藝人嘛 對不對 那我就覺得說 哇天啊這樣就賣 這樣就賣國賊 請問一下 他們去大陸去那邊唱歌 賺的錢是到哪裡 他自己 他是會回 他是在大陸還是在台灣 他們是在幫台灣賺錢的 睡覺在台灣 消費在台灣 住在台灣 所以說他其實在幫我們賺錢回來 那這樣子 你說他賣國賊 欸哪有這樣賣的 賣國賊是要把國賊賣給他 不是欸 他是去大陸賺錢回來 對不對 這樣叫賣國賊嗎 所以我就拍影片然後罵他嘛 對不對 你這樣子太激進 你這樣子呢 太過於民粹主義 可是 他聽不懂什麼叫民粹啊 所以 所以說他就覺得 有人在罵我 是不是 啊 之類的 然後就臉 就開始在撐 對 然後呢就是 因為我是用 有道理的話去罵他 結果呢 他是用三字經 五字經 六字經 七字經 罵回來 對不對 言論自由還是要有所界限 所以我就要讓他知道 不要惹到讀書人 是不是 我就讓他知道 什麼叫做懂法律 跟不懂法律的差別 那他那時候還在講 啊 我告訴你啦 我罵你我不是罵你啦 我是罵這個保險套 他就拿出了一個 羅文的保險套 有一種保險套是螺旋文的 他說 羅文 他就開始罵他 那他卻不知道一點 他這樣子指傷罵懷 他以為這樣子就不違法 但是事實上怎樣 是違法的 那個很多人都是 哎呀老師我有沒有指名道姓罵他 為什麼我會被告 還是可以告 因為你只要可推而知 你在罵誰 你就可以了 比如說班上只有一個人姓 姓姓吳 然後我就說 哎呀老師我有沒有指名道姓罵他 班上的姓吳的啦 真帥啦 你不笨手啦 開始罵他 那這時候 我又沒有指名道姓 我又沒有說是誰 班上姓吳的就一個而已 對不對 那個時候有拍影片在批評他的 羅文也就說我一個而已嘛 對不對 然後他又在那邊 羅文保險套在那邊罵 那這個就是可推而知 而且害了他的人是誰 害了他是他的管粉 為什麼 因為他在那邊罵這個保險套的時候 旁邊的留言嘛 對不對 羅文 垃圾羅文 好 就全部都在寫我這個羅文 了解嗎 所以說 我就把他截圖之後做為證據 然後他就跑不掉了 所以他後來在直播的時候 還罵他的粉絲 龍靈塔來了 還忘了 夠夠書 是不是 他不但告訴 而且未來還要賠錢 你知道嗎 賠錢之外 我還要他公開道歉 你知道嗎 對不對 最後是判拘役20天 要抓去關 但是可以一顆罰金 這比較可惜一點 可一顆罰金 那就是一天是一千嘛 那時候總共罰兩萬 那是給政府 然後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官司 是我告他的是民事賠償 所以這也是告訴大家 民事歸民事 那是刑事歸刑事 這兩個庭是分開的 你們都一直以為 告下去之後又關 然後又那個 沒有 他是兩個庭分開 了解嗎 民事庭是用來損害賠償 跟公開道歉 然後刑事庭是要把它判刑的 所以他現在已經判刑確定了 20天拘役 可一顆罰金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個庭 就是要開損害賠償 多少錢的 了解 那多少錢 我就依他的訂閱數來求償 那他訂閱數大概快一百萬 對不對 好啦 老師賺翻了 我是先說一下 就是法院不會判那麼多 就是我提出這樣子的 因為我認為我的損害是 你的這些管粉來看的這些東西 然後來罵我 對不對 那我當然是求償 可是他不一定 那法院有可能有他的顧慮幹嘛 所以通常不會判那麼多 但是我要讓他付出這樣的代價 那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叫做公開道歉 因為名譽受損 你還可以要求他 第一個登報 第二個 FB 第三個 YT 對不對 這三個讓他那個 登報道歉 公開道歉 喔 館長 陳之漢 對不起 龍老師是不是 你看 公開道歉 我就要跟你們講一下 就是說 不要被那個 還沒啊 還沒 因為還在告 可是這個一定贏的 因為我行事贏的 民事一定會贏 只是關鍵是前判多少而已 你知道嗎 沒錯 老師我想跟你們當朋友 欸 是不是 邀正是懂法律的 是不是 對 邀正是懂法律的 很重要 好啦 未來對不對 如果有那個需要的話 老師也可以 那個幫你們做一下 所謂的法律的諮詢 我都是在很多 現在學生很多法律諮詢 都找我 是不是 那你可以上我IG IG私訊就好了 Winlow 巴巴巴巴 是不是 還不趕快記起來 Winlow 巴巴巴巴 巴巴巴 羅文 巴巴巴巴 是不是 很 很熟的名字 對不對 不管啦 大家可以私訊 有同學就在私訊我啦 欸老師 我 好像他朋友 去簽了一個什麼經濟約 跟某個直播頻道 簽經濟約 然後呢 他就簽了之後就怎樣 後悔了 因為 他一次跟人家簽三個月 三年的約 條件還可以 他是一個小時直播 再加直播五百塊 但是呢 他有規定你每天至少要播一個小時 他想說OK 一天播一個小時出來直播 一個小時就五百 欸 家教沒這麼好賺 家教一般來講都要三百到五百 你知道嗎 看你的學校 如果是好的學校 可以拿五百 是不是 那你如果台大醫科 據說好像是一千 你知道嗎 但是呢 你的學校比較中後段 可能就一個小時三百 我有聽過兩百的 是不是 兩百的真的跟 跟7-10差不多了 但是沒關係 但是當家教至少還是那個 不會那麼累的工作 那他更爽 他在家裡面直播 我們一起學校 一起 喵喵喵喵喵 這樣一個小時五百 對不對 跟人家聊天幹嘛的 可是呢 他做了半年之後後悔了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他會不想要直播 有一點嗎 比如說有時候心情不好 有時候 那個來 有時候 期中考舟 期末考舟 那你又要去那個 面對這個直播 他沒有辦法做到天天直播 可是約已經簽了 而且怎樣 違約金 一百萬 他就來問我怎麼辦 你當初簽的時候就要先問我啊 對不對 你簽了之後你再來問 那就很難那個啊 很難很難再逆轉啊 是不是 首先要是我的話 我會建議你一次簽一年就好 你不要一次簽三年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你不要把它簽成 比如說一天一個小時 一個月至少三十個小時 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簽成一個月三十小時 但是不一定要每天播 這樣子時間是比較自由一點 我今天時間多了 我就播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但是我如果遇到斷考之後 我就不播啊 這樣子是比較容易調配 可是老師大陪附啊 不要弄啊 我就是簽啊 是不是 違約金一百萬啊 我是先告訴大家 違約金雖然寫一百萬 但是法院會不會判一百萬 那這不一定 就是你不要看到違約金要嚇死 啊老師我死啊 我這死人 我這死人偶右啊 我沒有希望啊 寫一百萬不一定賠一百萬 他可能判賠三十萬而已 但是老師三十萬是很大的一筆金額 那怎麼辦 我就教你 他是不是只有說每天至少播一個小時 對 他有沒有限定你要播什麼內容 沒有 他播什麼都可以 好 那你就播睡覺 每天要睡覺的時候 就給他打開來直播 睡播 然後 關燈 對不對 睡覺 我的隱私不可能就關燈 對不對 他因為沒有限定 你一定要開燈 對不對 因為他約上面不會寫那麼細 對不對 你就每天給他開 睡覺一直給他開直播 然後開了一個禮拜 開了幾天之後 那個經濟預約的廠商就會抓工 他會找你 欸 那個 怎麼會這樣子 你怎麼會撥睡覺 你不是說一天撥一個小時 撥什麼都可以 我就撥睡覺 你看我有創意 別人都沒有撥睡覺 你看我就撥睡覺 你不能真的睡覺 人家是個 轉身幹嘛的 有時候還可以看到一些大腿幹嘛 沒有你就睡覺而已 整個都黑的 那這樣誰要看 沒有啊 你約上面就像寫啊 後來廠商主動找他解約 就沒事了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啊 要認識聰明的朋友 要認識懂法律又聰明的人 知道嗎 那這樣才可以 避開規避這些法律 對不對 怎樣 我幹嘛幫鄧家華 我幹嘛幫鄧家華 鄧家華如果來求我 我還可以幫他一下 好 好啦 鄧家華就是跟那個 連簽益簽那個約嘛 對不對 連簽益叫他去拍A片嘛 各位 那首先我可以 就可以跟你講嗎 請問一下 這個約可不可以主張無效 你到後來就可以知道了 對對對 你看剛好用到 契約不能怎樣 123頁 先趕 打開看一下 契約不能夠違反 公序良署 對不對 公序良署 你看三良風署嘛 對不對 販賣人口 販生為奴 賭品買賣高利貸 旁邊再寫一個 性契約 性契約有沒有效 無效 你就可以主張 違反公序良署 無效 了解嗎 所以說 那既然無效 要不要賠那個 要不要賠 因為他傻傻的 他那個 違約金寫好像兩千萬 對啊兩千萬 然後連簽益就看他不懂法律 然後就要欺負他幹嘛 但是聽說好像鄧交華有律師在幫他 那就不需要我啦 對不對 因為說實在的 違約金不是說你說多少 到最後判可以不會是那個金額 了解 不要亂簽這種性契約 之前就有那個 那個 房東跟房客 因為房客基欠房租付不出來 然後房東又寄於他的美色 對不對 然後呢 就說 嗯 因為那個房客 他本來交了一個男朋友 那個男朋友是軟爛的 什麼叫軟爛 就是吃他的喝他的用他的睡他的 然後呢 他自己去外面 那個 打工賺錢 居然就全部都去養那個男朋友 男朋友就整天到家裡 無所事事整天打電動 對不對 很爛 後來就是沒有辦法 一個月兩萬個租金嘛 他一個月在外面賺兩萬多而已 所以說他就一直積欠房租 結果基欠就基欠十二個月 那房東也是心機很深 他沒有去跟他要 本來想說 哇 那房東好人 就是好人好事 錯 早就已經有企圖了 你總是有分手的一天 我就早就看準這個軟爛男 一定會跟你分手 你一定會跟他分手 後來就真的分手 分手之後呢 就是找房東談嘛 房東先生 抱歉啦 之前交那個男朋友 就會導致呢 入不敷出 沒辦法去付這個房租 這個 陳小姐 房東呢 也不是那個 唯利是福的人 那可是呢 這個 房東太太已經過世很多年了 是不是 房東先生一直覺得很寂寞 好寂寞 好寂寞 好討厭 他就很寂寞 好 你知道嗎 有聽過嗎 有 A.N.T.是不是 A.N.T. 好寂寞 好寂寞 他好寂寞 我寂寞 就是我 對對對 好可以了 你就是我 對對對 對對對 好這樣可以了 好啦 反正他就很寂寞 對不對 那這樣子好了 有講不缺錢 對不對 房東先生三十幾天房子在外面出租 對不對 有差這兩萬嗎 有差 這樣好了 我們來立一個約 就是 做一次抵一個月的房租 然後總共做十二次抵十二個月的房租 是不是 然後就 那女房客也覺得說 蠻划算的 因為 他就 一次兩萬 已經遠超過航行價 航行價大概是三千到六千 嗯 好像可以 因為他一個月賺兩萬多 拿來的二十四萬 對不對 怎麼可能 他就簽了 白紙黑字簽名蓋章 後來呢 做了三次 就不做了 為什麼 好像交了新男朋友 交了新男朋友之後呢 就不做 他說房東先生不好意思 我現在有交了新男朋友 新男朋友他有在工作 那你這些房租呢 我就慢慢還你 剩下九個月房租 我就慢慢還你 但那房東就跟他講說 欸 幹什麼東西 我不是說了我不缺錢嗎 我缺做 所以他就不要 不要之後 那女方當然也是不要啊 對不對 我新男朋友怎麼可能再跟你做 對不對 然後後來呢 房東居然把這個契約拿到法院 去控告他 要求法院強制執行 好 對不對 設成這樣 就是 因為他房東太太過世很多年了 他也是真的很寂寞 對不對 有需求 對不對 但是他又不願意去找 專業的 是不是 找專業他可能就覺得說 關系很複雜 之類的 那房客看起來蠻單純的 是不是 好啦那後來就怎樣 請問一下 法院可不可以強制執行 派法警到現場 欸 坐 法警先生 坐 沒辦法嘛 這種東西怎麼可能強制執行 所以這個契約有沒有效 就是無效的 所以說 你如果懂法律 你從頭到尾都不用去履行 了解嗎 白紙黑字簽名蓋章 有沒有用 沒有用 你知道嗎 都傻傻的去履行這種約 欸老師那他到底要還9個月 還是要還12個月 9個月 做的就算了 做的就算了 那剩下9個月的錢再還 這樣就可以 就不用再來去履行這個約 那這個也是要講一下 韓國的那些 垃圾經濟公司啊 韓國光鮮亮麗的演藝圈 背後卻是 狗屁刀招 藏汙納購 對不對 那多少的藝人自殺 對不對 其中最有名就是張子言事件 有聽過嗎 他有講過嗎 對不對 你看經濟公司就叫他去 陪吃陪喝陪睡 我講過嗎 我講過嘛 對不對 張子言後來 他如果懂法律 他要不要 他要不要去自殺 就不用啦 他根本就可以不用履行這個約定 而且 然後再講一個法律小常識 賭債非債 啊老師賭債不用還喔 對 賭債可以不用還 為什麼 賭債可以不用還 可以 為什麼 因為賭博是違反 公序良俗 所以賭博欠下了債不用還 比如說 畢業旅行跟同學玩大老二 一個晚上居然輸了一千多塊 厲害 玩大老二可以輸到一千多塊算厲害 很會輸 請問一下 要不要賠 不用 為什麼 因為賭博 違反公序良俗 你跟同學打賭 是不是 我打賭你這一次的那個 模擬考 四顆總級分不會超過50級分 是不是 結果他考了51 如果你超過50級分 我就拖光光到 桃園火車站 學狗爬三圈 旺旺 然後結果他考了51級分 請問你要不要真的去學狗爬三圈 對 無效 打賭欠下來了再次可以不用還 是不是 你剛才又學到了法律常識了吧 是不是 以後就跟人家打賭 然後輸了 哈哈 不懂法律 自然主的 說到做到 哈哈哈哈 太單純了 是不是 但是你現在又不要傻傻的 跑去地下錢莊去賭錢 然後賭出了100多萬 然後人家跟你要錢 你說 哈哈 賭債非債 一半日間沒有違心 那你就完了 是不是 因為他們是不講法律的 你遇到不講法律的 就沒有效 你知道嗎 所以我其實我不是怕館長 你知道嗎 因為館長他現在有名 你看就一定要守法律 我比較怕的是管粉 你知道嗎 管粉有時候就是 就是 不理性的管粉 有啊 他們就私訊來說 要打死我啊 什麼之類的 他就沒有啊 他就沒有啊 嘴炮啊 但是呢 我為了預防這件事情 我還是真的 很慎重的去上網 有帶那個 對不對 我還是真的有上 因為我說實在 我還是會怕怕的 就是真的 有受到死亡威脅 因為他就是要打死我 對不對 而且不是一個而已 三個 所以我就上網去買了這個東西 對 變長耶 哪有 不是 按就會變長 那是甩棍 那要甩 那這個比甩棍更有用 這叫做防藍噴霧 對不對 就是所謂的辣椒水噴霧 這個在網路上 一百多塊而已 你知道嗎 而且他還有一個防促裝置 你一定要把它打開 再往下按 才有用 所以說你平常的時候 就保持著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可以讓你小蝦米 對付大鯨魚 但是你不要傻傻的在那邊亂按 我今天來我才剛看那個新聞 有一個女同學帶了防藍噴霧 去學校 然後呢 男同學就接去玩 謝謝 然後他們就 全班好像都要幾 好像十幾個人送急者 就按幾下就互噴 全班 然後送急者 我就先告訴大家不要玩這個 但是這個很有用 這個真的很有用 小蝦米對大鯨魚 有沒有 之前有沒有看到新聞 一個外送員 他去外送嘛對不對 然後就遇到車禍幹嘛的 就看到那個貨車駕駛 就拿著一根球混就下來了 棒球棒就下來要打他 這時候他拿出辣椒水 往他臉上一噴 然後就趴在車上那邊痛苦的哀嚎 可是這時候他做了一些錯誤的事情 他居然去補噴 他就 這樣就不行了 這樣就是什麼過大 防衛過大 你可以正當防衛 因為你要拿球棒打我嘛 然後就噴你 這時候要正當防衛 可是如果他已經失去攻擊能力 你還繼續噴下去 那就是什麼 就防衛過大 了解 所以說 這個是拿來防衛的 不是拿來攻擊的 你知道嗎 你看 比如說之前不是有流行什麼政節 有沒有 有一陣子不是什麼隨機殺人事件 什麼小燈泡啊 什麼那個事件 你手上如果有一個這個 你就不用怕他 對不對 啊 對 超商店員說 欸先生不好意思啊 那個你那個 口罩 口罩帮好一點 刀口罩 快打開 啊 啊 啊 就被捅死了 就叫他口罩戴好一點 然後就被捅死了 那 所以說 不要開玩笑 這個就是拿來保護自己的 刀這個刀是不是比較快 刀快 可是它短啊 那你這個可以噴一兩公尺以上 但是有一個就要注意就是 記得一定要在順風處 對不對 這是很重要 像這樣子逆風就不要噴 知道嗎 之前就有人 哈哈哈哈 小蝦米對目大劇 結果它逆風 逆風就把自己噴蝦了 好啦 不會瞎啦 它會讓你至少30分鐘失去那個 失去視力 一直流眼淚一直流眼淚 就是蠻有用的 好啦 繼續啦 你看法律是不是很有效 好啦 法律優位法律保留是不是在這裡 是不是在 法律優位法律保留嗎 115YA 好 不能講奇怪話 但是我還是跟你講說法律其實很實用力 訂閱IG 對IG WINDOW8888 趕快訂閱一下 記得追蹤 謝謝 老師本身很多 目前兩千多而已 謝謝 繼續努力啦 法律優位法律保留 不過我現在真的很羨慕 這IG真的是 就是穿少一點 然後那個露一下 然後就幾萬追蹤 我那邊弄 還是我穿少一點 老師你自己打得很真誠 你自己打得很真誠 欸 你說歡迎來到羅文老師的原地 沒有藍綠 只有黑白 是不是 是我的基本理念 歡迎大家一起來 歡迎大家一起來 下重人家一看就 Boring 無聊 跳過去了 好啦 就是還是要追蹤一下 好啦 我那個 我其中還有一個影片 還有那個 有講到吳亦凡的那個事情 好 你們都知道吳亦凡 吳亦凡算是 那個很有名的藝人 對不對 但他錯就錯在哪裡 欸老師啊 他跟粉絲 上床 那好像也不是什麼 那個 因為他未婚嘛 他跟粉絲 上床好像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但重點就是粉絲13歲 那對岸的那個 性自主權年齡 對岸已經算蠻開放的 性自主權年齡是14歲 對不對 他是跟13歲 那幾乎就是準性性 那台灣是16歲 這一點對岸比我們開放 我們是16歲就可以合法 發生性行為 他們是14歲 那他剛好就跟13歲了 那GG人 聽說還是 經濟公司拍的 蛤 就是經濟公司拍的 簡單來講就是 經濟公司要留下一個 他的把柄 那等一下約滿了 你是 翅膀長硬的 想要飛 對不對 對不對 一白 你真的要離開我們嗎 是的 每個人都有更好的一個方向 我想要出去 成立自己的經濟公司 這一個隨身碟 你回去看一下 再來告訴我答案 老闆 我覺得我還是續約好了 是不是 他本來想要用這個來威脅他 我在猜 可是就是 那他出事 然後經濟公司也出事 然後 不要扛 全部都再見 好啦 法律為法律保留 法律 再上 命在下 好啦 就不要亂搞啦 真的就是 很多人紅了之後 然後就得意忘形 是不是 開始亂搞 而且聽說很多個啦 那其實只 其中之一出事而已啦 你知道嗎 14歲以下 那他出事了 那其他成年的話 老師他有沒有罪 就無罪啊 就跟你說 你就是 你知道什麼 一夜情啊 對不對 一夜情啊 你請我約 對不對 我就上網這邊跟你聊一下 你覺得可以 然後就發生關係 這有什麼 這沒有辦法 來 什麼叫做法律優位 對 命令在下 法律在上 命令不能夠 抵觸法律 這個叫做 法律優位原則 不得抵觸 好 那什麼叫法律保留原則 方向相反 法律在上 命令在下 命令在下 更進一步地要求 所有的 命令 都要有法律的依據 授權 法律的明確規定才有效 好再講一次齁 法律優惠原則命令在下法律在上 命令不能抵觸法律 這叫做法律優惠原則 那什麼叫法律保留原則 那個箭頭整個相反 命令在下法律在上 命令一定要有法律的依據授權跟明確規定才有效 這個叫做法律保留原則 好 這兩個都是什麼原則 這兩個都是依法行政原則 跟兩個子原則 那請問哪一個是消極哪一個是積極的依法行政 法律優惠是消極還是積極 他對人權的保障比較消極還是積極 比較消極 下面這個比較積極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只是說你命令不能抵觸法律 其他都可以 簡單講就是只要不抵觸法律做什麼都可以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變成消極的依法行政 那法律保留原則呢 就是積極的依法行政 他更積極的保護我們 要求所有的命令 政府的行為一定要有法律的明文規定 積極依法行政 這樣就會區分了 在這裡也是告訴大家 學習一定要搭配畫圖 口訣 這樣還可以事半功倍 有沒有 你把它變成一個圖形 你只要記憶這個圖像就可以了 好 接下來呢 比例原則 再找一個空白處來畫圖 什麼叫比例原則 一想到比例 我們就想到潘瑋伯 我到底是誰 你是我 他是我 你是他那我是誰 你是他 你們怎麼沒有共鳴 你們不知道 聽不到 對 這很有名的歌 那個誰的 那個潘瑋伯的知名歌曲 是24個比例 24個比例 非常好聽 回去可以看一下 那個MV很經典 那真人真事改編 史上最嚴重的人格分裂患者之一 比例 他 比例好像本來是一個十七 十八歲吧 十下十八歲的年輕人 遭遇校園霸凌之後 自殺 然後呢 自殺未遂 自殺未遂之後好像跳樓還怎樣 喂喂喂 喂喂 然後 他知道為他跳樓 跳樓就完沒死 沒死之後呢 他醒過來之後 他就不再是比例了 然後後來他就有各種人格開始陸續出現 其中一個人格呢 是一個女人 其中一個人格呢 是小朋友 其中一個人格呢 是老師 老師的人格是裡面最理性的 可以溝通的 其中一個人格是暴力狂 所以最後就是因為這個暴力狂的人格出現 犯案 然後他被抓 被抓之後進行審訊 後來才發現比例不見了 你不就比例嗎 你不就比例嗎 我不是比例啦 啊 我做的啦 蛤 你是誰 我是腳 對不對 那比例呢 你可以叫他出來嗎 我去叫他一下 欸 比例 比例 嘿 哈囉 大家好 我是Mary 比例他不想出來 嗯 只好待機他來講 就是比例說就不是他 是John 類似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他 比例他不好意思啊 我想享受 我就幫他講一下啦 不是他 是John 對不對 再一個 嗯 老師 大家好 我是Steven 這個比例 因為他遭受了一些內心的創傷 所以他不願意出來 我在這裡 代替他 向大家道歉 發生這些事情 我們也很遺憾 蛤 蛤 你是假 我是Steven 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人格 特點 個性 講話的語氣 還有各自的名字 你知道嗎 啊 總共有24個 這個就是 非要有名的24個比例的護士 但如果喜歡 未來想要練心理學的話 可以買這本書來看 那這個比例 最後呢 判決無罪 但是呢 必須要接受 心理治療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台灣要 要學習他 因為台灣的精神病患也很多啦 有沒有 在路上常常看到這種嘛 對不對 Honey can get You can get Honey can Honey can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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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對著空氣講話 遇到這種人 你就 這是真的 就真的啊 而且越來越多 有沒有發現 這種精神病患越來越多 那就是 跟我們的景氣不好有關係 有一句話叫 拍你當搞笑 就是如果遇到不景氣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精神病患會出現 那這個就是 遇到這種人還要遠離他一點 可是有些人他會有攻擊性 比如說像Seven跟那個屏東 就是屏東的跟Seven跟這裡的Seven 所以說 你看人家的強制治療是可以治療到他明顯好轉為止 我們強制治療有五年的期限 所以說未來要修法把這個改掉 因為五年到不管他有沒有好都要把他放出來 那可是他如果沒有好 他出來繼續那個攻擊性怎麼辦 所以說最後比例呢 據說是被關在精神病患裡面 精神分裂而死 因為據說他好像又分裂了 最後不知道分裂到幾個 可能到72個 我覺得極限應該是72個 為什麼 因為美麗極限 愛漂亮沒有終點 我像我剛才能不愛每天主 72變嘛 我覺得極限到72變 它24已經是初期而已 不過這已經是很經典的案例 值得研究 比例約是什麼 畫一個老皮 不是老皮 畫一個那個天秤 天秤 天秤的兩段分別是手段跟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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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看的算是天秤 不錯 我自己都以為是老皮 來 什麼叫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就是手段跟目的的關係 手段跟目的一定要符合比例 一定要平和 所以大家看到法律的代表是什麼 法律的代表的這個logo一定是一個什麼 對 天秤嘛 正義的代表是天秤 天秤就是要做一個平和 好 那用一句話來形容比例原則 一句話 心中比例原則 就是不可用大炮打小鳥 啊老師那要用什麼打小鳥 用彈弓就可以打小鳥了 你幹嘛用大炮打它 大炮是手段 打小鳥是目的 手段跟目的不合比例 打小鳥的目的是什麼 打小鳥目的是吃嘛 對不對 打來吃 要不然就是有些人在農忙時候會打小鳥 因為農忙時候就是要忙著要收成 那這時候這些鳥會下來吃這些古物 那這時候農人們為了要趕這些小鳥 牠就會等一下 用彈弓打牠 或者是用充電砲衝牠 對不對 讓牠走 那你有必要拿大炮轟牠嗎 你講八十幾米 那麼多錢 用 不可用大炮打小鳥 這是西燕 那東方的燕語 中國有一句成語 也是來形容這個叫做 殺雞 煙用牛刀 殺雞用什麼刀 用雞刀 殺豬用 豬刀 殺牛用 牛刀 了解嗎 不要用牛刀去殺雞 十八十米 第一個 子原則叫做適當性原則 對 我還沒舉例 舉一個案例 私民案例 就是在桃園 你看桃園有關 桃園呢 有一個採業道路上面有很多家的這個檳榔灘 那檳榔灘呢 西施們為了要爭取這個生意 各位故意的怎樣 穿得比較清涼一點 是不是 然後來吸引客人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司機都要吃檳榔 哎呦 你們知道耶 就真的 據說呢 這個檳榔的提省的效率是咖啡的十倍以上 有些那種 那個開車已經開到已經快 真的快要 快睡了 喝咖啡 一罐都沒效 這時候呢 一顆檳榔下去 可以讓它瞬間提省 所以他們變成是生活必需品 不是說 欸老師他吃了會得口腔癌 他們幹嘛吃 為了提省 因為如果沒有提省 他們可能會出車禍 大卡車出車禍已經死了 所以他們就用那個提省 然後就有一個檳榔西施呢 他穿得非常辣 他穿的3.4的比基尼 在那邊包檳榔 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就引來了保守派人士的一個檢舉 對不對 就是有些人就比較保守 大部分 男生都覺得不錯啊 是不是 看一下 然後呢 就是有些 有些婦女 一下上啊 什麼之類的 看不下去了 打電話 跟警察局檢舉 檢舉之後呢 警察就到現場去 欸不好意思 那個小姐 我們接到檢舉 請你把那個外套穿起來 你這樣穿太辣了 不行 好 但是呢 一般的檳榔西施就穿起來就好了嘛 等警察走在脫掉幹嘛的 但是這個檳榔西施特別的強衣 而且呢 法治觀念還不錯 他居然跟他講了一句話 那個檢察先生 請問一下 我穿比基尼包檳榔犯了什麼法 欸 比基尼包檳榔真的沒有辦法 對不對 有法律規定不能用 不能穿比基尼包檳榔嗎 沒有啊 如果穿比基尼 在 在那個什麼 在那個 大街上穿比基尼 如果 妨礙風化 就是妨礙風化啊 對不對 穿比基尼如果妨礙風化 那你去墾丁大街 到處抓 每個都妨礙風化 對不對 怎麼可能 穿比基尼就是合法的 我穿比基尼包檳榔 幹你什麼事 滾 喔 喔呦 那 那個警察呢 居然生氣 動怒之後 居然對檳榔西施 是使出柔道大外哥 你知道什麼叫大外哥嗎 大外哥 居然就把那個檳榔西施整個 撂倒在地 再把他雙手 把他把 上手銬 上警車帶回警局偵訊 登登 檳榔湯老闆看到說 抓狗 他就把這一段的錄影帶 寄給媒體 媒體一撥出來 一撥出之後 我告訴你 整個民怨沸騰 請問一下警察先生 他做了什麼事 你有必要用大外哥來割他 有必要上手銬 上警車 回警局 他做什麼事 他穿比基尼包檳榔 他穿比基尼包檳榔 你用這種 這麼重的手段來對付這個 就是所謂的什麼 殺機用牛刀嘛 對不對 那這個 後來那個警察呢 有受到 好像有激過 有被激過 所以不要亂搞 謝謝 好 再來 適當性原則 手段跟目的必須要怎樣 有幫助 有助於目的 手段必須有助於目的 簡單來講 就是不能夠太輕 老師 比例選者不是不能太重嗎 太重太輕都不行 瞭解嗎 因為這個手段一定要有幫助 這個目的才可以 那我就舉一個顯然沒有幫助的手段 比如說 酒駕抓到罰500 這樣好不好 然後 對 酒駕罰500 你覺得有用嗎 完全沒用 謝謝 我跟你講 隨便找一個代價 來回就好 來回可能就八百一千了 你知道嗎 酒駕罰500 那誰怕 每個都酒駕啦 所以說 酒駕罰500 不符合適當性原則 因為太輕 所以適當性原則 就不能太輕 太輕就沒有用 好 再來 但是也不能太重啊 對不對 你不能太輕也不能太重 所以說要平和嘛 第二個 必要性原則 你們的那個粉筆應該是我看過最多的顏色 太厲害了 居然還有咖啡色 very good 第二個 必要性原則 那什麼叫必要性原則 用一句話告訴我 有多種手段都可以達到該目的 那手段呢 當然有分很多個 比較輕的 中的 嚴重的 皆可達成 請問一定要用哪一個 回答 最 輕的那一個 三種手段都可以達到目的 那既然如此 我們就在可以達到目的的手段裡面選一個最輕的 所以必要性原則又稱 最小侵害原則 所以必要性原則又稱 是不是有道理 這三種方法都可以達到目的 所以 那就用最輕的那一個就好 比如說 騎機車為戴安全帽 儲500元罰環 怕不怕 怕 500塊 沒戴安全帽就罰500塊 怕不怕 怕 廢話 你就看外面有沒有人趕不戴安全帽 我就有過去巷口的 這故事有講過嗎 有嗎 有嗎 我去巷口買早餐然後就被警察抓了 對不對 我就是一時的那個 偷懶 對 然後就沒戴安全帽我就買500 對啊 那你覺得我下次我還敢沒有戴嗎 對不對 我就下次就戴啦 所以500我就怕了 你有必要說 欸 騎機 欸 先生 不好意思 騎機為戴安全帽除5萬 想一想 我5萬我可以買一台機車 那誰叫你不是安全帽 這麼不注重自己的安全 5萬 第三個 騎機車為戴安全帽 除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抓去關 對不對 有必要嗎 騎機車為戴安全帽抓去關 騎機車為戴安全帽除死刑 對不對 會不會怕 廢話 可以都會怕 但是有必要嗎 沒有必要 所以說 罪小侵害 第三個 衡量性 衡量性原則 再畫一個天秤 但是這一次的天秤是 傾斜的 天秤的兩段 是利益跟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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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害 損害 是手段跟目的的關係嗎 怎麼變成了利益跟損害了 別急 什麼帶來利益 什麼帶來損害 目的 帶來 利益 因為我做這件事情 一定是為了目的 一定有一個目的 目的一定是有好處 有好處我才做 對不對 但是我的手段 必然帶來某些損害 所以什麼叫做 衡量性原則 就是目的帶來利益 一定要大於手段帶來損害 簡單來講就是四個字 回答 對 利益 大於 可不可以 為了開闢一條 沒有什麼人在走的文職路 而犧牲了 徵收了很多的良田跟住家 不行 你犧牲了這麼多的田跟住家 你就要開一條真的有必要的路 對不對 沒有必要你幹嘛開這個路 因為我開路我才可以A錢 對不對 你看開一條路 你看預算三億啊對不對 隨便A就A個幾千萬 嘿嘿嘿嘿 自然蓋完沒有人走 跟我屁事 反正我錢已經拿到了 有些 有些官員就真的是這樣子 他是為建設而建設 他沒有去考量 到底有沒有這個需求 你知道嗎 那這樣子就是違反的比例原則 你帶來的好處一定要大於壞處 那你看喔 只有 衡量性原則跟比例原則有天平 所以衡量性原則又稱 就是 狹義比例原則 狹義比例原則 寫下來 所以有沒有看到用圖圖像式記憶法會比你死被印記來得有效 這就是更有效的 學習法 所以要學會畫圖 遇到比較難的東西又要畫圖 好 接下來第三個叫平等原則 你今天是國家政府在做事的時候一定要公平 一定要平等 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叫行政自我拘束 政府機關對於相同情況之事物 畫起來要給予相同之處理 別人跟我一樣相同條件 他過了這個案子的申請 那我也要過 A跟B兩個是好朋友 他們租下一棟大樓的五樓跟六樓要開補習班 找同一個設計師 同一個黑板桌椅的廠商 同一個消防設備廠商 所有的東西都到位 他們同時遞出申請書 結果A過了B不過 可不可以 不行 我們相同條件 A過了B就一定要過 可不可以來刁難他 不好意思 你這個沒有過 為什麼 這個公務員先生 你這樣不行 A就過了 我就沒過 我們明明所有的設備都一樣的啊 那因為A有提前來講啊 你沒有啊 蛤 還要提前來講 那我明天七點半就先來 要提前 蛤 那我七點來 提前 你要提前來講 可不可以這樣亂搞 不行 有錢 就很快過 沒錢 就慢慢拖 我告訴你 二三十年前的台灣真的是這樣 你就是真的要提前去講 有講就很快 人家可能三個月才拿到 你可能一個月就拿到 拿到那個牌照 你不給錢 可以拖個六個月 拖個一年 慢慢等 不行 第二個 禁止治癒原則 就是一定要具備充分理由 不得 花起來無理夭難 比如說 海關看你不爽 就不可以通過 就是大家出國的時候呢 有一個禁忌 還是要請大家來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有些人 他出國之後 他就把自己當明星了 在還沒有出海關之前 他就已經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漂亮了 然後就穿得很辣啊 什麼之類的 他就幻想他好像出海關之後 會有人 那個記者幹嘛 拿照相機子拍他 所以他就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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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開始了 是不是 然後在海關的時候 就被海關攔下來了 嗶嗶 小姐不好意思 不能通關 發生什麼事了 我們懷疑你呢 甚至到本國來進行賣淫 蛤 我看起來像賣淫的嗎 沒有 不是 get out 蛤 就不讓你入關 那這樣子其實 我實在是真的 是有點太 武斷了 難道我穿得辣一點 我就是來賣淫的 有可能我是來賣 我是來賣 吃捲的 是不是 我有可能賣淫 銀室 銀室 對不對 我也可能賣銀室啊 對不對 有可能啊 賣銀幹什麼東西 有什麼證據 沒有什麼證據 我感覺你就是來賣銀的 回去 那這樣是不行 可是你在國外 人家這樣刁難你 你也沒 你也沒 就是說有時候就是 比較假的 還被出海關 就開始 就開始 弄得很辣 幹嘛 也不是說你不能穿得辣 但是你如果遇到人家刁難你怎麼辦 啊 據說啦 據說好像 據說啦 但是你不要講是我講的 就是 你如果在東南亞 某些就是 就是 法治比較沒有那麼齊全的 這些國家 據說他刁難你就是要跟你要什麼 對不對 據說如果遇到刁難幹嘛的 私下篩100塊 對啦 ok 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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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子 sorry you can pass ok you can pass please yeah thank you 就過去了 但他就是要那個 小費 好啦 我想說小費你又不是服務生 你是官員 你海關 海關你要小費 據說他們的那個 薪水比較低 所以有時候要靠這個來填補一些 好啦 那禁止差別待遇原者 不能因為當事人的 好起來黨派階級宗教種族 而給予差別待遇 你今天 在海關 等了半個小時 前面大排長龍 這時候看到一個 V族光鮮亮麗的 大老闆 居然大蠟蠟的 穿過人群 走向海關 跟海關比了一個手勢 海關 海關回了一個手勢 然後就出去了 可不可以 不行 這就是不公平的 對不對 禁止差別待遇原則 你憑什麼 你有錢人 你就可以快速通關 我們窮鬼就在這邊 一個一個排 不行 但是有例外 畫起來 對於弱勢族群 可以給花星號 優惠式差別待遇 弱勢族群 就不叫特權 那叫做優惠式差別待遇 比如說 今天 你在海關前面 大排長龍 30分鐘 這時候 有一個 身障人士 推著輪椅 到了海關前面 他跟海關比了一個手勢 海關跟他比的手勢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他出關了之後 就 不行 那這樣不行啦 有錢人裝 裝身障 這樣不行 但是如果是真的身障就可以 你會快速通關 OK 好啦 不過話說回來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申請快速通關了 大家可以申請一下 但是你要留什麼指紋 對不對 然後還要看那個 現在很厲害 像我們的海關 這樣就可以快速通關 那據說那個還有加入 鴻膜辨識 鴻膜辨識 就是他會照到你的眼睛 眼睛的紅膜 再來辨識 就是你有時候有可能是那個 我拿偽造指紋 對不對 我偽造指紋 我給你通關 現在連那個眼睛紅膜都可以辨識 厲害 好啦 不能主張違法的平等 自己已經違法 不能主張別人也違法 所以自己不該受罰 這個又要舉到那個館長陳志涵的案子啦 是不是 感謝陳志涵先生 為我們再一次的 再一次的提供了公民的教學案例 是不是 一頁課是 館長 甘洗手 受罰事件 館長呢 一開始呢 是賣一些跟健身有關的東西 後來慢慢慢慢變成雜貨店了 是不是 什麼都賣 衛生紙也賣 那個甘洗手也賣 因為去年疫情賣 對不對 甘洗手大賣 趕快啦 趁這個時候大賺一筆 可是呢 他的甘洗手 居然被台北市衛生局 開罰六十萬 登登 很有錢 很有錢貴很有錢 你看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 也是蠻大的金額嘛 對不對 因為我說實在 你甘洗手賣一瓶才賺多少 賣一瓶甘洗手可能才賺五塊十塊 對不對 結果你一次就被拔六十萬 拔緩六十萬元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甘洗手上面 比一般的甘洗手多了一行字 有效消滅還是抑制 有效抑制還是有效消滅新冠病毒 他又寫了這一行 有這一行大家就 喔喔喔喔喔 新冠病毒耶 趕快買 對不對 可是他卻不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 你要在你的上面 你的產品上面 如果要加這行字 是要送審 經過審查通過之後 你才可以加這行字 要不然大家都還亂加就好啦 對不對 因為你 你說你有效抑制 或有效消滅這個新冠病毒 你的依據在哪裡 你沒有依據阿 你有沒有醫學檢驗報告 沒有阿 那你憑什麼說你可以有效抑制 有效消滅 對不對 後來呢就有人檢舉他 因為他也得罪不少人 說實在 他產品一出來沒多久立刻被檢舉 被檢舉之後 台北市衛生局那依據那個法律 開罰60萬 當天館長開直播開幹 是不是 扣你走 啊 酸劑的時候 啊 我才能幫忙 現在這樣 把酸劑都賣了 他就這樣講 然後狂狂猛炸 結果他本來想說管粉應該會挺他 結果下面留言一面倒都是說他錯 那台北市衛也是依法行事阿 你就違規啦 違規就要開罰啦 居然行事是對他不利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很簡單 而且他還有一個 他說說 大家都這樣寫 誰敢罰我 有沒有 就是他的那個理由就是這樣子 大家都這樣寫 為什麼只罰我 很簡單 因為只有你被檢舉了 是不是 啊你相信我當然也是罰你 啊他都不用罰 啊 你先罰他們再來罰我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主張先罰別人再罰自己 不行 就好像你違規停車一樣 你違規停車被拖掉嘛 對不對 那你就跑過來 欸警察先生 這麼多台平車為什麼只罰我的 因為你的車離路口最近阿 那是先罰 先拖你的阿 你先拖別人的再來拖我的 可不可以 不行 我就是要先拖你的 拖完你的 我再來拖其他的 啊你拖完我的你都跑的阿 sorry 對不對 那就沒辦法啦 但是我還是要先拖你的阿 你不能說先拖別人的再來拖我的 不行 這就是不得主張違法的平等 你已經違法了就不能再主張平等 了解嗎 而且台北市衛生局也出來解釋了 這一個罰則是60到120萬 我給你60萬已經怎樣 追底了 謝謝 而且你確實違規 那當天好像12點多還1點多 他就立刻加開直播道歉 你知道嗎 因為他發現風向對他不利 因為他這個很會看風向 風向好像不太對 開直播道歉 你知道嗎 這就顯示出了 那個 懂法律的重要 你知道嗎 你懂法律你就不要在那邊亂加東西啦 你知道嗎 啊你然後 我就不懂阿 不懂你還賣 對不對 你賣這種跟我們的衛生有關的 其實這都是 都是有很多的那個妹妹嘎嘎 是不是 你不懂 就要去了解 而不是說被開法人 然後在那邊罵 對不對 你這樣就是沒有到 116 明確性原則 行政命令的內容 必須明確 拳起來 讓人民可預見 預見就是可以 預先的看見 而且可以容易的了解明白 不可有 拳起來 模糊 或者是拳起來 魔能良可之規定 就是法律的規定 一定要很明確 要簡單清楚明瞭 那不可以有那種模糊的空間 比如說政府規定 商封敗俗之武 商封敗俗四個字拳起來 可以沒收 那請問 什麼叫商封敗俗 你可以解釋一下嗎 對不對 什麼叫商封敗俗 你覺得商封敗俗就是商封敗俗 對不對 我今天拿著郭書瑤寫真集 走在路上 對不對 警察把我攔下來 嗶嗶 先生 商封敗俗之武 沒有 我剛剛去書局買這個寫真集 我看一下 沒收 啊 為什麼 商封敗俗之武 登登 寫真集是商封敗俗嗎 對不對 你看穿那麼辣 在海灘 這個真的是 商封敗俗啦 不行 對不對 你要告訴我什麼叫商封敗俗 你要講清楚 露點就商封敗俗 露點一定商封敗俗嗎 有些露點是 這是藝術啊 對不對 你不能說露點就商封敗俗啊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東西很難講 你要給我一個清楚定義 是不是 比如說 好 露第三點就商封敗俗 露兩點有可能是健康啊對不對 露第三點你就不能說健康了 對不對 露下面就是 你不能說 哦這個健康啊對不對 就比較難講 你要清楚告訴我 就是說你不能露第三點 可以 但是如果說 我是內葉有露 啊我的封面沒有露 可不可以抓我 那也不行啊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是內葉有露 但是我外 我封面是健康的啊對不對 我封面就是正常的啊 那這樣子你也不能抓我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給我一個清楚定義 要不然我們很難遵守 對不對 比如說再舉一個例子 什麼叫公然猥褻 誰可以告訴我什麼叫猥褻 對 好那什麼叫變態 對 猥褻就變態 那什麼叫變態 對不對 有一個人他長得很猥褻 走在路上 然後被警察來下來 嗶嗶 先生 公然猥褻 啊 啊 我怎麼了 因為你長很猥褻 然後我就把你抓走 可以嗎 不行吧 那什麼叫猥褻 你告訴我 啊 什麼行為啊 什麼行為 好啦 清楚定義啦 清楚定義還是要告訴你 什麼叫猥褻 就是你的行為 足以引起他人之性欲 或者是性相關的一個不舒服 的反應 那這樣就是清楚定義嘛 對不對 比如說在路上遇到 對 漏牛蝦 那這樣就可以告他 公然猥褻嘛 對不對 我曾經有遇過啦 就是我有一天在 對 連我都遇到神經病 這真的是神經病 然後我就在開車嘛 開一開 本來要上那個交流道 然後我就看到交流道 下面剛好有一個草皮 草皮上面就有一個人 站在那邊 我想說沒什麼 就有一個 怎麼會有人在那邊 然後結果後來發現 他下半身沒有穿 然後手在那邊動來動去 是不是 然後我看了一股 你不要說女生看了耳心 我們男的就就 然後我就立刻報警抓他 是不是 後來還是被抓走了 據說啦 那又是精神病 很多現在 唉 好啦 對於精神病我們不能說 那歧視他沒有 我們要保護他 對不對 我們要把他帶到一個地方 保護住 是不是 就是我們現在好像要修法 要在法務部要設一個 就是什麼 精神療養照護監獄 對不對 然後就是那個啊 專業的人去管 專業的人去管 不過這個比較危險一點啦 他們可能要穿一些那個 要穿這個 要穿那個 那要什麼衣服 什麼 緊身衣 什麼緊身衣 防護衣喔 拘束衣阿 拘束他嘛 對不對 你要 這樣至少沒有攻擊性 可以 其實這樣還是可以用頭撞 我說實在 你說醫生幹嘛的 你幹嘛的 我就可以綁住我用頭撞 你還是會那個 好啦 算了 這個就是之後的事情要修法 再來 誠信原則跟信賴保護原則 哇行哈 這兩個 你們在家裡自己讀一定讀不會 這時候就是老師的價值存在啦 你們如果在家裡讀 讀這兩個 我告訴你 你就讀一個禮拜 你都讀不出來 這兩個差在哪裡 老師五分鐘就可以讓你知道 這兩個差在哪裡 是不是 什麼叫專業 誠信原則 跟信賴保護原則 這兩個看起來真的太像 請大家在誠信原則 拉一條線 剛好信賴保護 旁邊再寫三個字 不誠信 請問信賴保護原則是用來約束誰的 人民還是政府 政府 對 行政法對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約束政府 而且 限縮他的權利 這就是我們的行政法的最重要的一個原則 那誠信原則主要是來限縮政府 你說到要做到 政府應遵守 政府說到要做到 但是如果政府說到做不到 那人民就可以使用信賴保護原則 來對抗政府 有沒有看到 不用五分鐘 三分鐘就讓你完全理解這兩個差距 所以誠信原則是政府要誠實 守信不欺騙不欺瞞 而信賴保護原則是政府不誠信 人民怎麼樣來對付政府 要求他來守信 這就是信賴保護原則 好 信賴保護原則有一個 延伸之刑 延伸之刑 信賴政府之公權力措施 關鍵字 框起來 什麼叫公權力措施 公權力措施 就是 不是指政治人物的 講的話 有句話 政治人物講的話能信 死也可以吃 對不對 因為政治人物通常都會亂開支票 一支出於後日日 什麼之類的 那習慣就好 還是要譴責一下 主要他為什麼要講這些 說這些謊話 開這些空頭支票 主要就是因為人民會信 對不對 你們信我就亂講 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人民如果抱持著很嚴格的態度來檢視他的話 其實政治人物不敢亂講話 對不對 你就告訴我說 我們要發大財 好啊 請問一下怎麼發大財 你告訴我 整天當我發大財 什麼 123456 步驟說出來 一個一個講 對不對 你要用什麼方法讓我們發大財 你要用什麼方法來徐序見盡 要來帶動我們經濟 等等等等 你要給我講出來 如果整天當然後發大財 發大財 不行 公權力措施必須是政府公文公告法律 你要有白紙黑字 要有依據的公文發公文給你 公告政府正式公告 直接已經下那個法律了 立法了 制定命令的 這個才是我們可以信賴的對象 所以是信賴公權力措施 而受到利益跟損害 因為相信政府而受到的利益 政府要給予保障 這就是信賴保護原則 那老師呢 也要舉一個例子 中國古代最成功的一場變法 史稱 快點 最成功的一場變法 史稱 你們就不知道 你什麼變法 商 央變法 對不對 不要嚇我 那最失敗一場變法呢 最失敗一場變法就是百日維新嘛 對不對 光緒嘛 光緒百日維新 那一百天不到就再見了 王安石變法也算失敗了 王安石變法間接導致北宋的滅王 那張居正變法呢 成功 成功的大概就是這兩個 一個是商鞅變法 一個是張居正 那商鞅變法呢 是最厲害的 因為他是在當時候的勤果 秦國呢 地處偏遠 你要知道 當時候 戰國七雄 哪七雄 秦 齊 楚 燕 韓 兆衛 對不對 戰國七雄 哪一個的 土地最貧乏 就是秦國 秦國就是在現在的陝西那邊 土地不是很貧乏 不是很肥沃 有沒有 你看哪裡的土地很肥沃 齊國就很肥沃 你看 他的楚國也很肥沃 對不對 那個河南 對不對 都很肥沃 但是就是陝西那邊就不好 那邊就土而已 黃土高原那些的 所以說秦國想要讓自己變強 這時候出了一個非常厲害的人 這個人叫做秦孝公 你不要以為是秦始皇 戳 秦始皇是有了這個好幾代的變法成功的資本 最後才可以一統七股 後來變成那個死皇帝 三皇帝 不是啊 一開始的皇帝 就是第一個皇帝就是死皇帝 對不對 那最重要的就是商鞅變法 秦孝公的時候 他想要讓國家富強 不行 我們秦國一定要富強 我們都已經是先天不良了 後天再失調就完蛋 這時候呢 招那個頒布求賢令 只要誰能夠讓我們秦國變強 我就高薪聘用你 當CEO 對不對 不錯 後來商鞅就去應徵了 對不對 他說我可以讓秦國 在短短幾年之內就可以變強 喔 你怎麼做 這時候他就跑到那個 城門嘛對不對 假設東城門 立了一個告示上面寫 誰只要能夠把這一塊木頭移到西城門 賞黃金百兩 這就是什麼的故事 喜目立信的故事 喜就是天喜嘛 木就是搬這個木頭嘛 來立信 就是信用 誰可以把這塊木頭從東城門移到西城門 黃金百兩 過了一個上午沒人理他 因為大家都覺得不可能嘛 那北七怎麼可能 一塊爛木頭移過去黃金百兩 呵呵呵 白癡 對不對沒有理他 這時候呢到了下午的時候 有一個人就跳出來了 反正呢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沒有就當成練身體嘛對不對 健身啊對不對 就把木頭搬到西城門 西城門 商鞅在那裡等他 Congratulations 年輕人 為什麼會講英文 Congratulations 黃金百兩 我告訴你 因為他搬的時候旁邊一堆人圍觀 你看他在搬了 北七來看北七 下巴掉下來 就你一塊爛木頭會就黃金百兩 是不是 所有人嚇死 你知道嗎 未來商鞅不管立什麼告示 所有人都會 照著說 這就是商鞅變法的故事 了解 所以說政府一定要誠心 你說到要做到 如果這個年輕人把木頭移到西城門 這時候商鞅在那邊等他 哈囉年輕人 Just kidding 是不是 Why so serious 你怎麼會相信 把木頭移到西城門 就可以我要去擺兩重 你覺得 他以後講話他會忍性嗎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政府為什麼要 一定要說到做到的原因 尤其是我們這白紙黑字寫下來 你不能說隨便亂講一通話 對不對 有可能說我酒後亂言 酒後無言 我酒醒之後我就否認 但是已經寫下來 白紙黑字寫下來 那你就必須要遵守 這就是 承維原則跟信賴保護原則 好 接下來再看到我們的 第七 裁糧合一原則 什麼叫裁糧合一呢 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 一定會有一個 畫起來 裁糧空間 來決定 要不要開罰 要不要通過 罰得多輕 多重 那行政機關在行使裁糧的時候 不能夠愉悅 畫起來 法律授權的範圍 要給他 存起來 合宜的裁糧 比如說 汽車闖紅燈 要儲1800到5400的罰環 但是警察呢 對於一般情況應該是儲1800 對不對 如果是以私人恩怨 擅除7200 這時候就違反了裁糧合一原則 比如說 對 如果你有同學想要考警察 也請你對他好一點 你喔 你要當警察 太矮了 那你不是說你要當什麼導演 你知道說 太多你就沒辦法 那一百多 一百六五十八 還一百六 一百六 那GG啦 沒關係啦 反正 還有其他出路 但是 所以在當警察其實不錯 為什麼 警察 只要兩年就畢業 那叫警專嘛對不對 警專兩年畢業 兩年之內 學雜費全免之外 一個月再給你一萬五的生活費 兩年之後 一出社會 那個時候才二十歲而已 一出社會 一個月薪水逼近六萬 你去哪裡找這種工作 讀書不用錢 還給你一萬五的零用錢 然後 出來 一個月 快六萬 是不是不錯 而且還有公權力 手上還有公權力 是不是 這時候小明 是警察 在路上 難道違規超速的 嗶嗶 車窗一搖下來 嗯 小明 是你 小華 太好了 我還以為 天啊 不好意思啦 我趕時間 所以我才闖這個紅燈 是不是 小明 念在我們高中同學的份上 你可不可以放我一馬 是不是 嘿嘿嘿嘿 小華 還記得你在高中的時候 搶走我女朋友的事情嗎 那事情你居然還記得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你 我考警察 就是為了有一天 能夠跟你報仇 我靠 這麼嚴重 然後就開了一張7200的罰單 可不可以公報失寵 不行 該怎麼罰就怎麼罰 1800到5400就是1800 是不是 除非 除非他連床好幾個紅燈 才被抓到 那這時候 你才可以罰5400 你不能說 欸高中情敵 幹什麼東西 就罰7200 還罰7200 不行 好 那老師之前也有一個學生是這樣子 因為你們知道 無罩駕駛被抓到 罰多少 騎機車 無罩騎機車 這應該大家都 過多或少幹過這種事情 對不對 沒有嘛 欸 這假的 好啦我有 對不對 那這咧 如果無罩駕駛被警察抓到 6000到12000 很貴 那我一個學生呢 他就被抓到了 對不對 被抓到了 之後我就開罰 可是我就覺得奇怪 因為他說他被罰7000 欸老師你不是說6000到12000 為什麼被罰7000 那我這時候就問他 你是不是有做一些奇怪的事 後來他還承認嘛 對不對 原來他在被警察要開罰的時候 他居然 報了 他居然被哥哥的身份證字號 然後老師 他被哥哥 他姦 不是 他被他哥的身份證字號 你知道嗎 那老師 為什麼他被哥哥的身份證字號 因為哥哥成年嘛 你被他身份證字號出來 不是成年 就是說 我忘記帶那個駕照 然後就放你走 理論上是這樣子 但是他不知道一點 就是我們警察的設備呢 這幾年有經過大幅度的提升 也就是說 警察的設備上面 他有照片 他會你的身份證字號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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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我忘記雙胞胎就真的是 我忘記雙胞胎就真的是很爽 你知道嗎 哥哥去考汽車駕照 弟弟考機車駕照 混著腰 有沒有 更狠 哥哥考律師執照 弟弟考會計師執照 混著腰 然後有的時候 沒有人認得出來嗎 你怎麼 噔噔噔噔噔噔 噢 chance suspect颱咚 你是誰 那你未成年 你哥也未成年 這個就沒有用 你知道嗎 但除非可以找到一個跟你長的很像親戚的哥哥 然後你就拿出來,就嘟嘟,欸,好像有點不一樣,對,我最近剪頭髮了,之類的 然後看到,好,下次記得帶,然後就過去了 他就是謊報,謊報之後被開7000,這個就是 我說實在的,他沒有更狠一點,因為你這樣子算是怎樣,妨礙公務了 其實他如果用妨礙公務辦理就很慘,他可以多罰1000,還可以 再來,不當連結禁止原則,劃信號,這個就很難 欸,老師,什麼叫不當連結禁止,行政機關對於人民加以義務負擔 或者是裁罰,手段圈起來跟目的圈起來,一定要有合理關聯 這就跟比例原則不一樣,比例原則是在講輕重 而這個,這個,關聯性原則是講手段目的要有關係 要有合理之關聯,來,畫圖 手段跟目的之間要有合理之關聯 不能夠用不相關的東西,來處罰,來約束人 這就是關聯性原則,比如說老師舉的例子 因為罰單沒有繳清,就不准他煥發汽車的行照 這兩個有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子來那個?因為他就想要逼你去繳罰單 他要用你沒有繳清罰單,就不能夠換行照,來逼你去繳罰單 但是這兩個沒有關係啊,是不是?那你憑什麼逼我?對不對? 那這個案子就要講到老師的親身故事啊 我這個就很有感,每次交到這裡我就很有感覺 當年老師上台北去讀書,從家裡 其實我是嘉義人,中南部小孩 家裡寄了一台十幾年的很爛的50 50cc的摩托車到台北去 因為到台北去還是需要一台機車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說你看,上大學第一件事情就要跟媽媽要什麼? 考上大學第一件事情就要什麼?要買機車啦,對不對? 然後再來呢?筆電嘛,對不對?這些 筆電可能基本上大家都有了 這時候可以要求一台機車,對不對? 那我就騎了一台那十幾年的爛機車 然後就開始在整個台北吐整台霸,對不對? 打工,跟女朋友約會,對不對? 都是有必要的,對不對? 聯誼,聯誼最重要就是要抽鑰匙,對不對? 有些人他故意在鑰匙那邊綁什麼小熊啊,對不對? 吸引大家來抽,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摩托車,對不對? 你誰要抽?你連抽了這個都沒有,對不對? 那就是要有機車 後來那台機車居然被我操壞了 而且操壞的不是那種一般的壞,是徹底的壞 居然被我騎到,太糟糕了,操壞回去 操壞回去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機車的最重要那支中柱居然被我從中折斷,你知道嗎? 很厲害,我在騎車的時候呢,就是 突然有坐在地上的感覺 他沒辦法走,你知道嗎? 因為操壞回去 然後我拿去給機車廂老闆 機車廂老闆嚇到,說 哇,年輕人你這厲害喔 我修理機車廂這麼多年,我沒看過那些龍骨回去 就是那一根龍骨理論上是最堅固的,你知道嗎? 我居然可以把它騎到折斷 你也知道那台車有多操了,是不是? 啊,要怎樣? 師傅要怎樣? 我要打工啊,家教啊 啊,這沒救了 這沒救,那龍骨回去就沒救了 所以要小心啊,摔到脊椎骨斷掉 就是半生不遂了,是不是? 你沒救 那怎麼辦? 沒辦法我再打工啊 那我趕快去上那個二手拍賣網站 趕快找到一台 喔!一二五 十年摩托車 居然才賣一萬五而已 喔!這好這好這好 然後趕快立刻約了他來那個 當場要,因為他試騎嘛,對不對? 在試騎的時候,我就問了他一句話 然後就問他 那請問一下,這位先生 覺得這台車到底好不好騎? 他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可以騎 可以騎就好了 OK,那我就跟大家去辦過戶 過戶之後 我才發現這台車有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毛病 他有冒柄啊 這個冒柄很嚴重 他居然會放屁,對不對? 就他看起來很正常,對不對? 可是當你在騎快的時候 他居然會放屁 而且他放屁的聲音是很大聲的 對不對?有嗎? 有時候遇到那種垃圾摩托車,有沒有? 他這樣 砰! 然後這樣砰! 對 然後如果騎更快他會 砰砰! 他會砰兩聲 我告訴你,我自己被他嚇到很多次 然後騎就砰砰砰! 然後我就抖一下 但是沒關係,我騎久的時候就習慣了 因為我就砰!差不多要砰! 砰! 我已經會抓他的那個砰的頻率了 但是常常嚇到路人 跟旁邊的騎士 砰! 然後他旁邊就抖一下 然後我就偷笑他們 但是我會說,欸? 是誰? 是誰? 是我 不管,然後我就看 你看,我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你看,砰! 後來我已經習慣了 我就把它當成一種超速提醒裝置 會砰!表示我騎太快了 就要稍微騎慢一點 OK! 樂觀! 可是又騎了半年之後 他又出現了新的冒餅 他用冒餅啊! 他用很多的冒餅 他居然開始發抖 感覺是因為天氣變冷 他在騎的時候他就 嘟嘟嘟嘟嘟 會這樣子 嘟嘟嘟嘟嘟 一眼開始一直嘴 所以我後來就變了一個循環 就是怎樣你知道嗎 就是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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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砰! 然後就等紅燈 然後等紅燈開始 嘟嘟嘟嘟嘟嘟嘟 砰砰! 再等紅燈 然後就 砰! 我就這樣一直循環 又過了半年 你看,你不得不佩服我 這種垃圾 這種爛車 我居然可以忍他一年 又到一年我存到錢了 立刻上二手拍賣網站 又把那奶車賣出去了 這故事告訴我們 不要以為可以在二手拍賣上面撈到什麼好貨 都是一些垃圾 我告訴你 都是很垃圾 尤其是賣的超級便宜 那種一定是垃圾 但是我是個有良心的人 這台爛車我已經又騎了一年了 我就用一萬塊把它賣出去 果然很快就有人要約我試車 沒問題趕快來試車 他這時候在試騎的時候又問了我一句 請問這台車好不好騎 可以騎 我終於知道可以騎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他這只是可以騎而已 但是他也不宜有他 奇怪怎麼會有點抖 可能最近天氣比較冷 熱車一下 但事實上他就算熱車還是會抖 但是我不會告訴他的 可能是最近天氣比較冷 打快來一萬塊 不要還有很多人要等的事 我買 買了之後就到監理所要辦過戶登機 這時候我就遇到問題了 因為我要過戶的時候他就問我 先生不好意思 我們有查到行照過期 行照過期要繳 行照過期要繳 行照一個月才一年才五百而已 那一次要繳五年 是不是 兩千五還可以 一萬二千五 OK 要繳的時候 不好意思先生我沒有查到 你之前是不是有罰單位繳 對 你罰单会缴2500嘛 因为你们是超过缴费期限 超过一个月了 他现在已经double变5000 我的2500的罰单 居然因为超过30天 我就变成5000 知道吗 5000块的罰单要缴清 我才可以去换2500的行照 也就是说我那台垃圾车卖出去 我才赚2000 2500 可是我那个时候心里就觉得不爽 因为我要换车 结果我本来想说 这里拿一笔钱 然后我再加我存的钱去换 结果想不到光是罰单的钱 跟那个行照的钱 就靠我那么多钱 可是我后来才想到 奇怪 我换行照跟缴清罰单 这两个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所以缴清罰单全起来 换发行照全起来 然后把它拉起来 没有关系 缴清罰单跟换发行照 两个就没有关系 你这给我乱凑 这两个都就是没有合理关联啊 重点就是轻生的故事 其实有时候人还是要真的多一点社会经验 这时候你才会有很多的那种人生的那种小pebo才会知道 像之后我就真的我就不敢买二手机车了 你说要买二手机车也要买那种比如说原厂认证的 你不要买那种很烂的东西 你知道吗?价钱一定是跟它的品质会成比例 你真的不要那个什么贪小便宜啊 就是一堆人被诈骗很多人就贪小便宜 在脸书社团 诶老师我告诉你哦 有那个iPhone 13卖一万五耶 对不对?你觉得咧? 老师你觉得可能是真的吗? 我告诉你啊 如果iPhone 13一支卖一万五啦 我告诉你它有几支我就收几支 但是我要看到那个东西 你知道吗?iPhone 13一万五 吃点败啦 不可能的事情 你知道吗?很多人就真的啊 就上那个什么购物网之类的 那就真的啊 一万五买一台iPhone 13啊 结果收到什么? 打开来 麦香奶茶 史上最贵麦香奶茶 一万五 因为这片机轢他有研究过 那个iPhone 13的包装跟重量跟麦香奶茶差不多 你看而且我还不用再用一个盒子包 我只要麦香奶茶只要那样子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 看起来就很像iPhone 13 厉害 你知道吗? 而且还可以接受货道付款 货道付款安心了吧 是不是? 看到拿到 然后那个人拿到钱知道 欸 今天你好 货道付款喔 一万五 一万五 好 那我猜一下喔 那你慢慢猜 用跑的冲走 你知道吗? 结果你就买到了史上最贵的麦香奶茶 一万五 那还有问我 老师 这个爱迪达限量球鞋 690 你觉得是真的还假的? 爱迪达的限量球鞋 原价6500 现在在网路上已经炒到快2万 那你跟我说690是真的还假的? 老师有可能是真的啊 撞到啦 不是 你看 比如说贪小便宜就会被诈骗 那嘛 千万不要做这种事 了解 休息一下 来 回来 好小 6个 又取到人生的经验 对我来这诈骗集团 你怎么对我 就找不到他 小怪弟弟 他都已经跑掉了 感觉就很冲 我觉得他需要快过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